这一棵是银蛙,就是爪蛙,是银鹿胶种的 那它的所说一种出来了 那还蛮像就是爪蛙的鸡感觉比较多 那刚刚讲的这棵是安地斯胶银鹿 所以它有银鹿的血统 所以我觉得有点利液 所以我觉得它银鹿的血统会比较多 那相对的它的毛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有点糖霜 其实你看它的这个蛮厚的 而且蛮多的 那刚好之前在花市就 应该是路由吧,推荐就买了,本来不想要买的 那再来就是OMO,因为最近好像都比较流行偏白 那这一棵 我拿给你们看 这一棵OMO的话 应该我看一下哦 这棵就买比较早一点点了 那它是去年的六月份买的 那这一棵的话原本就是很小棵啊 就是山树棚的那一种 那刚好介绍一下下 它呢 这一棵 这一棵 这一棵也是OMO 它是双芽 那我把它拆开来 就是去年拆的 去年拆的 所以这棵会比较大 那这棵会比较小 那现在呢 也开始慢慢长出侧芽了 那这一棵呢 它比较夸张一点点 它就是 长这个 123 456 然后 都长的还蛮多的 那OMO的话 就 就是一样啊 就是 可能 现在市场需求 就 也是改良的 就是 偏白啊 那 还有另外一种叫 白帅帅 我没有买 那我觉得 好像 好像 老板说 OMO会比较白一点一点 那当初那时候 买的时候其实 前两年吧 就小小棵的 就 山树门大概 也要八百块 然后去年买的话 六百块 其实 已经相对的 已经便宜很多的 那现在市场 一直在追求 爪哇 什么样的爪哇 然后 卷的 不卷的 白的 宽叶的 跟西叶的 其实我觉得 它分了太多了啦 所以 没有 那么大的空间 所以我也就 没有想要收集 对 那 其实 家里的位置也不大 就 基本上 有一些基本型的 那 这 其实我觉得 重骑的其实很有成就感 是因为 它还蛮会生 侧牙的 对 那包括 安向 安向就是 安利斯椒向儿 那 这一颗呢 是我买的第二代 就是 应该不是第二代 就是 第一代已经很大颗了 然后这是它的 baby 也算是它的小孩啦 那 阿利斯武那一颗 放在坦南的家 那这一颗其实 没有看到 还是还蛮大颗的 那叶子 手已经开始 慢慢长出来了 那 这颗还蛮神奇的是 它 超级会生的 那 可能交到象额吧 所以象额的基因就 就 长得非常的 得好 那这边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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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 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这边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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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蛮多 多的 那我觉得 没有成就感 对 所以呢 其实 如果我是觉得啦 环境通风 然后 水 当然 阳光的话 不要太晒 那如果太晒的话 就是 我 这边会 黑网 对 好 很多路友 都会跟 空气凤梨一起养 这是我后面养的 空气凤梨 对 空气凤梨 有时候养一些比较 比较常看到的 对 就没有特别去追求什么 教什么 就是 因为那个都 我觉得 看起来 可能初学者吧 都看起来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就买一些 比较容易活的 这样子 对 因为有时候 教路角角的时候 他也顺便 教一下下 对 那后续呢 我还是会 陆陆续续续 陆续续的去 介绍的路角角 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会 持续的去介绍 那这一颗呢 还蛮特别 这个是爪哇 那什么样的爪哇 其实 呃 这边有写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爪哇 就是去花市买的 对 去花市买的爪哇 那 他很特别是 他是用 这个 就是 蛇木穴 蛇木穴 其实还蛮厚的 那我看起来 其实 当买的时候 老板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说是爪哇 可是他 这个 比较贵一点点 那我买了大概 一千 我看一下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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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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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一千四 左右 那 看起来 看起来在我这边 是一个蛮好的 对 蛮好的 你看他 叶子 应该这个也是高冠的 看他的 那个脸就知道 应该是高冠的 对 然后 他的旁边 就是这一颗 这一颗 的话就是刚才讲的 那个OMO 就是原本是双侧牙 然后把它分开来的 去年分的 那其实 应该适应的还不错啊 所以就一直 长 长一些侧牙 对 包括 这个也是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 对 因为 快晚上了 所以画质没有 很好 那其实 我觉得 如果鹿角群 应该最近 好像大家一直在疯狂就是 短手的 可是真的短手 真的还蛮可爱的 就是 一般 家庭公寓 的话 应该还蛮适合的 因为他小 对 然后又不占空间 可是呢 OMO长大 应该 也是 蛮大一足的啦 就是我觉得是中小型的 对 那我目前就是 就是比较 一开始的话就是 比较 喜欢 或是 或是 欣赏那种 那种 大气的 比如说女王啊 女王这一些 对 然后 陆陆续就 中一些想要看一些布 一样 比较多变的 其实女王长起来也很霸气 对 然后巨兽啊等等 后续都会介绍 对 这是我的 雅猴 雅猴 对 雅猴 雅猴其实还蛮大一颗的啦 所以其实很大一颗 对雅猴 那 我觉得雅猴建议还是真的要大颗的 因为这一颗就是小颗的 然后去年好像有太热的 所以有闷到 对 所以还好它没有死 它有一个 可能有长救命牙吧 有长救命牙 所以原本的那一颗已经死掉了 所以救命牙已经长出来了 那后续的话都会慢慢介绍 今天就到这里咯 拜拜